在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发生了一起酒驾车祸 新北市五谷区的中直路由小客车翻落山谷 警方前往现场处理 发现44岁的驾驶擦错伤已经自行脱困 而且酒测值达到0.76毫克 除了将他送医之外 也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